而美股四大指数1号是全面下跌 台股连两天休市 暂时躲过市场的侵扰 我们请教低金投顾董事长陈一光 怎么看台股恢复交易的首日 是否面临修正压力 而如何展望台股后市 您的看法 我想这两天台风下 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来看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就是说第一个美国四大指数 一天涨一天跌 所以基本上最后收盘 若是以台风价之前来看的话 其实是小涨 就是美国四大指数 然后第二美债的部分 十年关键直径率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在3.78 3.79这个地方 做这个波动 这个波动不是太大 第三个就是油价的部分 油价原先认为说 地缘政治的风险 应该导致油价的上涨 其实并没有 这个油价布兰特原油在74块 西游特原油在70块钱附近 其实也没有看到这个大幅飙涨的情况 那黄金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2660块钱 这个地方也没有出现一个异常的波动 那反而是美国公布了这个小农 这个新增飞龙小农的这个部分 它是意外的是比预期来得好 差不多在这个14万3000人左右 那比原先市场上预期的12万2000人要来得多 那职缺率的部分也非常不错 这个1.13 那比这个7月份的1.08要来得好 所以美国股市也出现一个小涨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说就 这个重新开市之后 是明天如果开市 或是下礼拜开市的话 其实我们认为倒觉得 这个台股应该只是一个 小涨小跌的方式来做这个波动 那目前看起来 以这个摩台 就是新加坡摩台起子这部分来看的话 副台子 它差不多是小跌的0.8百分点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跌个100点附近就差不多 那就刚好在季线 现在季线在22,390点 22,990点附近 因为我们在台风价前是22,390点 等于说差不多就跌个 差不多90到100点就会出现止跌 也不用去说会有太大的补跌行情 那我觉得反而是10月份做过往来看 这个第四季应该是整过去10年以来 第四季涨幅都是比较大的 那涨幅的这个百分比 差不多在4.5以上的百分点 所以我们认为说 接下来应该是迎接光辉10月的这样的行情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意外 那我倒觉得说台股在10月份 应该比较呈现一个大的相形 就是在季线跟22,000点这个地方 就22,300到22,000点这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然后高点的部分可能就要23,350点 就是7月18号那个跳空缺口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的成交量比较大 是不是6,000多亿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22,300到22,000点这个整数关卡 这样的一个大的相形 可能是10月份比较有可能走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我们觉得行情还是比较偏向盘间的走势 因为10月份你说要有一个大的方向出来 可能暂时还看不到 但是我们觉得说比较偏向是正面解读的部分 有包括第一个 10月份进入所谓的超级财报周 尤其是10月17号台股间的法说会 它应该释出一个不错的一个利好的因素 那最主要是因为第三季的财报 我们预计应该是有机会创下单季的历史新高 那整体来看第三季的财报数字 应该这样讲 就是下半年的这个整体的获利数字 我们预计应该有两兆的水准 上半年是1.8兆 整个下半年是两兆 等于HOH就是下半年跟上半年比较上来看 是成长 那这样的一个超级财报周 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季报行情 应该会带动10月份的股市往上走 所以这样的一个利好因素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说台股是有机会 让它往这个前波两万三千点的 这个整数关卡再来挑战一次 但是可能在整个涨势的过程里面 必须要留意负面因素 包括第一个 这个地缘政治还是要留意 因为这个地方的一个 伊朗跟以色列的冲突才刚开始 那市场上可能没有办法去 比较明确的判定整个方向 但是后续可能还是要陆续观察一下 利元政治所产生出来的 这个二次通膨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这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资金行情的 另外一面的这个持息效应 因为毕竟港股跟陆股的大涨 因为这个10月8号之前 这个陆股还在修市 那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吸金效应 但是当十一长假结束之后 10月8号这个陆股重新开市之后 其实这样的一个资金排挤效应可能会出现 可能还是要留意这个资金往大陆 这部分部分来流进的话 可能会引发这个台股的这部分的一些下跌 那第三个就是属于这个外资的期货的空单 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还有三万多口 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会担心 外资在10月的这个第三礼拜三 它在外资期货结算的时候会有一些压盘 所以整体的这个利多跟利好 刚好三好三坏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情就变成说 会胶着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1000点上下的一个相形的操作 会是比较有可能在10月份展开来的 第四季的这个月初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